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梦中观寒险 倒影影了人世界 爱饮动海不停歇 清风般明月 月香花台天公圈 情声耳中却 婆娑树下至今夷 又名花两季 前生邂逅天地有功夫 弄晚休 长相厮守 旧心柔涅槃过千秋 忘却了前世轮回 牵了你的手 抬进了高山流水 我宁光回眸 旋动雷霞秋走 月老店铺到白头 枕上酒杯生死酒 与你起无言之口 每一个爱不朽 花山泉越为神仇 生家老房发的梦 暗云在天天天走一回 胖胖胖的敲门 大灰狼来了 小龙不怕 妈妈去帮你看看 是不是大灰狼来了 没事别怕啊 爸爸在这呢 好 请问你 你是玉莲吧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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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 你怎么光着脚丫子 会着凉的 你怎么跟妈妈一样啊 刚才我要帮爸爸开门的时候 妈妈就这么说 你是赵阿姨吧 请坐吧 奶奶 你怎么这么晚来啊 奶奶要搬过来 跟你一起住啊 好 赵阿姨 你 你也来了 我是来看玉莲的 好 顺便 在这等你 施林 你招呼赵阿姨坐 好 小龙 来 赶快睡觉吧 你这样着凉了 又得打针了啊 我不要打针 我要睡觉 赵阿姨 你坐 赵阿姨 我之前对你很不礼貌 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我没有放在心上 其实 我对你并没有恶意 只是我不希望自己的母亲受到伤害 所以才会对你那样大吼大叫的 可能我的行为有点自私 但是我希望你能体谅一个做儿子的苦衷 我懂我明白 我真羡慕你母亲 有你这么一个孝顺懂事的儿子陪在他的身边 我呢 我什么都没有 不走了 我先走了 好 玉莲 谁啊 我先回去了 我送你 赵阿姨 玉莲这儿就麻烦你了 别客气 你慢走 来 来 世林 路上小心啊 好 玉莲 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当然可以啊 你那么特爱小龙 我一直都想找机会向你道谢呢 我跟他很投缘 我就把他当自己的孙子一样 赵阿姨 世林跟我提起过你的事情 她 她 她说什么了吗 也没说什么 只是 我听了也挺难过的 同样身为女人 你心里的苦 我懂 爱一个人 不一定要长相厮守 我看着刚才你和世林的交谈 我觉得你比我有智慧 尤其是 你在这个年纪 就深深懂得 凡事不必强求的道理 有时候 互相在乎的两个人做朋友 远远比 做情人来得更自在些 赵阿姨 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挺有缘的 才刚一见面 就可以聊得这么深 我也这么觉得 可能 是因为小龙的关系吧 不许多了 倫若 黎老板 这么早 我们还没有开始营业呢 我知道 刚好路过就过来了 那您请坐 我给你沏壶茶去 今天怎么没看见你那个帮手 他是不是病了 没有 他昨天晚上跟我说 他要搬出去跟朋友一块住 可能有什么事 在路上耽搁了吧 老板娘对不起对不起 我来晚了 你来了 刚才林老板还奋起你呢 老板娘过来 帮我看看这个 你让我帮你看什么呀 看看这个 看什么呀 金矿的矿源报告书 金矿 小心点 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呀 你帮我看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这个我哪看得懂啊 这个可是机密文件 我可是花了很多钱 借人家印出来的 什么 就这几张纸 还要花很多钱啊 我说你呀 这个金山一开采出来的话 这点钱算什么呀 可是这玩意儿 我真的看不懂啊 这 这算笨了 林老板 有什么事吗 茶喝完了 日本矿业调查研究所 不好意思 这是我私人的东西 矿业研究所 这不是什么学术机构 我还以为是什么商社会社的调查报告 还好没弄脏 要不然腾田社长会把我臭骂一顿 你说什么 腾田社长 没有什么都没说 你不要怕 我不会跟你抢的 桂英啊 人家林老板 可是矿业公司的老总啊 我觉得他能看得懂 要不然你让他帮你看看 我们这一行里啊 有很多骗子 我帮你看一下 你可以少很多风险 真的有很多骗子啊 当然是真的了 我帮你看一下 说不定这份资料就是假的 你刚才说的那个腾田社长 是不是靠挖矿发大财的那个腾田呢 你知道啊 你认识这个人 不认识 你看了这么久 到底是不是真的 董事长 依照这上面的数据来看 它的蕴藏量的确是很大 不过 不过什么 这么重要的文件 怎么会从一个日本餐厅里头 这个我也知道 的确有点可疑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让薛秘书去查证了 董事长 我刚打电话给日本矿野研究所了 可是他们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拒绝回答 这么神秘 他们的语气非常谨慎 还一直在追问我 究竟是如何得知 他们的这项研究成果的 他们还说 他们是受私人公司委托 如果消息外流 会向我们追究法律责任的 天助我也 财神爷太照顾我了 我林明辉不但轻松 拿下了远大矿物 现在连整座金矿 也送到我手上了 财神爷太感谢你了 董事长 董事长 您怎么了 没什么 还有什么事 还有就是矿井招工的事 工人们要求必须增加一倍的工资 为什么 我不是已经提高了百分之三十的工资吗 因为我们的矿井曾经发生过 曾经发生过矿难又怎么样 这些工人太过分了 算了 算了 这件事先搁着 董事长 要不要我再去跟他们谈谈 不需要 我现在有一笔更大的生意要做 如果这回投资金矿成了 我还需要挖那个不起眼的煤矿吗 妈妈 什么味道 好香啊 我们进去看看 好 奶奶 你做了这么多菜 回来了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我没事了 撞得像一头小牛 我的小龙 撞得跟小牛一样 来 坐下 多吃点 吃得比小牛还要撞 好 你看 这是奶奶从店里带回来的 我在日本给你做过 记不记得 多吃点 你也多吃点 奶奶 爸爸他怎么还没来呀 爸爸应该还在店里忙 小孩子吃饭要准时 我们边吃边等好不好 好 怎么样 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 月莲 我们来喝点酒吧 嗯 怎么了 从我离开家 离开我母亲以后 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 被人照顾的滋味了 今天 是这么久以来 都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家的温暖 我也好久没有感受到了 赵阿姨 我们喝一杯 为有缘成为一家人干一杯 为有缘成为一家人 说得真好 奶奶 奶奶 妈妈 你们好奇怪 说话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 我们呢 小龙去哪儿啊 我去帮你们拿毛巾 这个孩子真乖 玉琳 你的命比我好 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子在你身边 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子在你身边 等侍林的生意再稳定些 我就得把小龙送回去了 玉莲 你千万别把孩子送回去 千万不要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赵阿姨 你心里有事 当有一天 你发现 这世上没有任何人 比得上有一个 认得自己是亲妈 也愿意留在你身边的儿子 更重要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把她送走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是怕你会后悔 我好怕你以后 会跟我一样后悔 玉莲 听我的 即使过得再苦再累 也要自己把孩子抚养长大 一定要把孩子留在身边 千万别把她送回李家去 要不然 你会后悔一生的 你在说什么 施林 刚才你在说什么 爸爸 你来了 快点吃饭 奶奶做了好多菜 快点吃饭吧 我问你呢 你跟玉莲说了什么 施林 你别这样 吓到小龙了 把小龙带礼物去 去啊 小龙 我们进去啊 这块代表着身份和地位的玉莲 是我替你刚刚从我妈那里拿回来的 不管过去发生了多少是是非非 这毕竟是我父亲对你的一份承诺 这也意味着你是我们李家的一份子 我都愿意 承认我父亲跟你过去的那段感情 我也愿意接受你这个曾经伤害过我母亲的女人 我甚至愿意叫你一声赵阿姨 可你为什么要阻止玉莲把小龙送回我们家 啊 你是不是希望我们李家不能固肉团圆 你是想故意拆散我和小龙对不对 你想让我们全家尝尝痛苦的滋味是不是 是不是 世林世林 你别这样说赵阿姨 他没有要拆散你跟小龙的意思啊 那他什么意思 小龙是我们李家的骨骤 是我李世林的儿子 你凭什么阻止玉莲 让小龙回到我们李家 是不是因为你得不到我爸 你就要利用小龙来伤害我们全家 是不是 世林 你别这样逼赵阿姨 我没有在逼他 我只想让他把话说明白 你到底按着什么心呢 我能按什么心 我只是不希望玉莲变成另外一个不能跟儿子相认的母亲 我不希望玉莲以后 一辈子孤苦无依的过日子 一个人孤零零的待在屋子里 一个人吃饭 这种痛苦的感觉 你知道吗 每当逢年过节 我只能透过窗口 看着自己的儿子 跟着别人团聚 自己却躲在旁边偷偷地掉泪 甚至每到晚上不敢睡觉 害怕孟零看不清儿子的脸 不知道她现在长多大 她快不快乐 知不知道自己有一个亲生母亲在远方思念着她 这种心痛的感觉 你永远不会了解 我用不着了解这些 你说的故事都是别人的 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在玉莲身上 我说的不是别人 我说的是我自己 你说的那个人是你自己 她也是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去养 我说的是我自己的朋友 她也是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去养 还好她的养母是如己出的疼爱她 所以这孩子一直不知道她的身世 我的朋友孤独地过着每一天 每天天天日夜夜忍受着肆虐儿子的痛苦 直到有一天 她和她的儿子见了面 但她的儿子 却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就站在她的眼前 她每看到儿子一次 就伤心一次 就痛苦一次 她为自己当年 放弃这个孩子而痛苦 她知道她彻底失去了这个儿子 她失去了这个儿子 她失去了这个儿子 世林 我能了解生了一个母亲 却不能光明正大的 关心儿子 盼了一辈子 却永远听不到 她喊她一声妈 这个你能理解吗 你说的故事 倒是挺感人的 可这是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你到底是什么企图 你在想什么 世林 张阿姨 张阿姨对你能有什么企图 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伤害她了 你放心 小龙是李家的骨肉 我会遵守承诺把小龙送回李家 妈妈你不可以不要我 妈妈我不要离开你 你不可以不要我 妈妈没有不要你 妈妈最疼爱你了 妈妈最爱我 为什么还要把我送走 小龙 妈妈是不得已的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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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离开妈妈了 念念 小龙舍不得离开你 你就不该放弃她 要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管你说的故事 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关你跟我父亲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总之 我不希望你再破坏我的家庭 你给我走 你给我走 是 给我走啊 是 走啊 回日本 给我回你的日本去 永远不要再回来 我今天不教训你 老天爷也要惩罚你这个李家的不孝子孙 奶奶 老天爷 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 我没有做什么上天海里的事情 对我公平一点好不好 对我公平一点好不好 我的要求不多 我只有这么一个愿望 你不能就这么让我孤独的死去 你 我求你成全我 成全我 成全我好不好 这件衣饭 嗯 哎 是脸 怎么样 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 赵阿姨跟玉莲还处得来吧 还行吧 那玉佩交给她了吧 给了 赵阿姨拿到玉佩 一定敢弄得哭了对不对 我就说了嘛 赵阿姨拿到玉佩一定会哭的 你还说不会 还是女人比较了解女人 赵阿姨啊她心软 我拜托你以后不要再提她了好不好 你跟赵阿姨又怎么了 哎呀我都说了不要再提她了 这么晚了还没打烊啊 阿亮 你今天怎么收她这么晚啊 今天时机人多 生意特别好 嗯 你们先回去吧 哦 那 那你呢 我留下来算三账 算完了我就回去 哦 这 你放心 我没事 那好吧 你也别太累 早点回去休息啊 我送他们回去 啊 我真是不希望玉莲变成另外一个不能跟儿子相认的母亲 她这话的意思是 我真是心疼玉莲 会孤单的过一辈子 每天早上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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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着空空荡荡的屋子 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之后 我这是怎么了 这种女人的话 我也会相信 每天晚上甚至不敢睡觉 就怕在梦里 再也看不清楚自己儿子的脸 知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在眼封死灭着她 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别再说了 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关我什么事 我认不着你这个母亲 又关我什么事 我认不着你这个母亲 别再说了 我求求你 别再说了 别再说了 我求求你 别再说了 怎么没声音了 哎 夫人 您 您在看什么啊 刚刚那个李世林 在那鬼哭狼嚎的 怎么这会儿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没听到啊 笨蛋 我说的是刚刚嘛 现在当然没声音了 关门关门睡觉 伯母 哎 如瓶 你怎么这两天都没来啊 我怕有些人见到我不高兴 所以不敢来 你说阿易啊 他这臭脾气别理他 走走走 我们进去 哼 如瓶啊 这么晚来找我 有什么事啊 我今天来找您 有重要的事要找你商量 重要的事 什么事啊 阿易啊 回房去 哼 怕我听到 肯定没什么好事 那天我看到如瓶吧 他鬼鬼祟祟的跟着老板娘的大哥上了一辆红包车 有这种事 对 如瓶啊 你 不是 阿易 你肯定看错人了 我肯定没看错 那天吧 他就 他就鬼鬼祟祟的到处张望 生怕是有熟人看见他一样 我没有 你别胡说 伯母 阿易他就是不喜欢见到我 所以挑拨我们的关系 夫人 阿易我敢对天发誓 我那天肯定看到的 就是如瓶跟老板娘的大哥 别吵了别吵了 你们俩吵得我头都疼了 伯母 我来帮你按啊 阿易胆子再大了 还不注意撒这种谎来欺骗我 难道真是如瓶 伯母 我的手劲会不会太大了 骂屁精 你骂谁啊 我就骂你 骂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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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易 回房睡觉 忍住 去 儒品啊 坐 伯母 还是您对我最好 他们每个人都看不起我 欺负我 只有你最关心我 处处维护我 您的这份恩情啊 我就是搭上我这条命 也还不起啊 行了 多大点事啊 还得拿你的命来还呀 你不是说有什么重要的事 找我商量 什么事啊 这两天我没来看你 是去忙着找店铺 我打算开间绣房 开绣房 对啊 我一直想有间自己的店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地方 可是 钱又不够 所以来找您帮忙 这要多少钱呢 七十大洋 七十 这么多呀 伯母 开间绣房要一百大洋呢 我最近攒了三十个 这剩下的钱 我想来想去 也只能找您帮忙了 您就行行好帮帮我吧 我保证 等我赚了钱 一定连本带利地还给你 这还有利息可赚呢 那我得看看 我店里还有多少钱 哎 如瓶借钱这件事 跟那个林明辉有没有关系 开间绣房要一百大洋呢 我最近攒了三十个 最近攒的 如瓶怎么可能会有三十个大洋 是林明辉赏给她的 不可能啊 她应该不会傻到 把我强逼玉莲 签离婚协议书的事 告诉林明辉 难道 是我让她交给玉莲的那笔钱 不会的 她应该不敢背着我 死的那笔钱 伯母 开绣房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我就想靠这点手艺养活自己 您就成全我吧 好不好 当然好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要帮我完成 而且 我不但借你七十大洋 我一分利息都不收你的 真的 我就知道伯母最疼我了 别说一件事 十件事我也答应你 那你跟我进来 还想利用我帮你干坏事 行 就是最后一次 只要我已拿到钱 立马远走高飞 让你一辈子都找不到我 这辈子注定不属于我的东西 我又何必去强求呢 我太自私了 我不能为了满足自己 做母亲的欲望 就逼着世林去面对真相 剥夺她原本拥有的一切 这对无辜的她来说 实在是太残忍了 灯还亮着 世林会在里面吗 世林什么都不知道 她为凤霜姐帮不平 为保护她的家羞辱我 她有什么错 我不该打她那一巴掌 我没有资格打她 我是不是该去跟她道歉呢 伯母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好 跪下 你不是想开绣房吗 我要你对我们瑜伽祖先发誓 说你从来没有骗过我 如果有半句假话 你死无葬身之地 你要我发这种毒誓 我对你可是一向忠心耿耿 你怎么突然怀疑起我来了 这忠心耿耿也是你说的 你敢对瑜伽的祖先再发一次誓 我就相信 伯母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为什么不可以 我上回叫你把离婚协议书拿去给玉莲签字 那三十块大洋 你到底有没有给她 我 只要你敢发誓 说你是清白的 我立刻给你七十大洋 瑜伽的祖先在上 潜如瓶 从来没有 没有 瑜伽的祖先是很灵验的 如果你没有骗我 他们不会惩罚你 快说 莫非你真的骗了我 所以你才不敢发誓 伯母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我帮你做了那么多事 我知道你帮我做了很多的事 可是刚刚经过阿姨一提醒 我忽然想起来 或许就是因为我太相信你了 所以你就把我当成傻瓜一样 把我骗得团团转 你居然这么想 好 千万我不找你借了 我找别人借去 你怕什么 如果你证明你是清白的 你为什么不敢发誓 我 这就证明你以前都是在骗我了 那三十块大洋也是你拿的是不是 你放开我 放手 你老实说 那三十块是不是你拿的 我没有 你不要胡说 你放开我 你把钱还给我 放开 你把钱还给我 放开 你把钱还给我 放开 陆平 你老夫人怎么了 你干嘛 你 你扔开 扔开 站住 站住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 站住 你给我站住 陆平 你给我站住 你别跑 站住 来人哪 救火呀 来人哪 欢迎救火 来人哪 快 Madonna 救火呀 来人哪 来人哪 救火呀 来人哪 救火呀 来人哪 快来救火呀 猫 Mob 妈 来人啊 妈 妈 妈 你没事吗 妈 来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救命啊 找我啊 找我啊 展翼 快着火啦 老爷 让水啊 火了 快快快 老爷 快 着火啦 快快 快 快救火 快快 快救火呀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救火 快 玉雷 快救火呀 好 还有我妈 快救火啊 妈 快救我妈呀 干什么你啊 我让你救人 你扑我啊 干什么呀 胡适了好救人哪 快救我妈 玉雷 玉雷 别吃啊 让开 我来了 玉雷 老婆 老婆 玉雷 快起来 快快快 走啊 快走 走 快走 快走 我的眼睛 光 我的眼睛 沈女 沈女 命 aga 1 停 ��穴 Bonjour 哎呀 于伟进去那么久了 也不知道里面情况 到底怎么样了 没事没事的 医生正在抢救呢 咱们儿子不会有事啊 老天爷 你一定要保佑 保佑我儿子没事 你真要惩罚 你就惩罚我好了 你千万别惩罚我的儿子呀 伯父 于伟怎么样了 那那个 那个赵阿姨呢 先生 先生 你的手受伤了 要打消炎针 不然会感染破伤风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自己去啊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行 一会儿来找我啊 谢谢 医生 医生 怎么样 我儿子怎么样啊 已经脱离危险了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但是他的眼睛 很有可能要失明 失明 医生 不管花多少钱 你一定要把我儿子的眼睛 你治好啊 根据我们目前的技术 可能还不行 我建议你们 把他送到国外去治疗 国外 对 国外的医疗条件比较先进 这样还有机会复明 失陪了 医生 你先别走 赵和英的情况怎么样 他呢还在里面抢救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吧 好 要到国外啊 要到国外啊 见咱们儿子的 他为什么要救我 我那么对他 他为什么还要不顾生命危险的来救我 别难过了 医生不是说了 我们到国外治 一定会把儿子的眼睛治好的 儿子的眼睛 真的可以复明吗 走 咱们现在就去找人问一下 出国就医的情况 好 施林 施林 你怎么样了 施林 肖那哪里 你怎么样 我只是经为擦伤 真的没事 老天保佑 爸 妈 就是赵阿姨还在里面抢救呢 贵 贵英也受伤了 贵英怎么会再活在现场 那 这 医生 赵贵英怎么样了 老老老 必须马上进行手术 那你就赶快给他动手术啊 对不起啊 医院的血液储存量不够 赵女士是A型血 你们哪位是 我是 臭我的 光你一个人恐怕不够啊 乔芳 你是A型血吗 我 我是B型血 妈 你是A型吗 我也是B型啊 爸 你呢 我也是B型啊 不对啊 B型的父母 不可能生出A型的孩子啊 医生 不讨论这些了 臭我的吧 我身体好 我扛得住 走吧 走 走 施灵 来 请在外面的后 施灵 你当心啊 施灵 施灵 施灵跟桂英的血型都是A型 怎么会拯救 B型血的父母 不可能生出A型血的孩子 难道我真的是她的 天哪 她不顾生命安慰冲进来救我 这种行为 只有一个母亲才能做到 昨天 我对你的态度那么恶劣 你竟然这样的宽容我 奋不顾身的来救我 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醒过来 一定要好起来 我求求你 一定要快点好起来 要不然 我永远都会良心不安的 施灵 爸 你告诉我 为什么我和她的血型 是一样的 你别问那么多 这世上血型相同的人 多得是 可那些人不会为了救我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你告诉我 她到底跟我什么关系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你为了救赵阿姨 输了那么多的血 小方爷为你炖了鸡汤 趁热喝了吧 我不喝 发生了这么大事情 你不说清楚 我怎么能喝得下 爸 我求你告诉我 她到底跟我什么关系